今天被審那幾位抗爭者的押後裁決 很明顯是警方要拖死你 壓到6月2日 他的程序要這樣 我們就這樣 我們就要求我們的代表律師 我估計我們的一些抗爭者 我不能代表另外的那兩個 我在關注的那位抗爭者 我就建議他可以建議代表的大律師 所以在6月2日中止聆訊 拖這麼久 警方無法搜集證據 不要再拖著我們 又要請假 又無法上學 又無法上班 這樣行不行呢 下一次嘗試這樣做 有沒有提出過特別的證據 控方那邊 剛才沒有 如果有提出特別的證據 會今天開始檢控的程序 現在還未開始檢控程序 對我們理解 有沒有一些是你特別認識的 剛剛審那些 剛才那位16歲的被告少年 只是那位我是一直跟進 幾個月 認識了幾個月 和他家人和他人 據知星期日 人力盛在西洋蔡南街被追擊 你又說慢慢救護團在現場 有沒有說那晚有什麼原因不在呢 有什麼 什麼時候說 星期日晚 星期日晚人民力量在旺角被追擊 西洋蔡街 星期日晚我有其他事做的 我做完其他事 我就再下去 不是西洋蔡街 落到始創中心 聽說我去始創中心之後 都有一些想追擊我的人 是來到始創中心 大概幾點 大概那時是10點多的時間 星期日我沒有下去救護團 因為我是做網台節目 我錄影一個網台節目 星期一是出門的 那個叫男人老狗 星期一晚上 迷迷那裏播出的 但是星期日10點多就是正在被人追擊 西洋蔡街 我那時不是在拍男人老狗嗎 拍完男人老狗 我就回到始創中心 大概是10點多11點 去到始創中心 但是追擊那個時間 就是10點多11點 去到12點才會散 你的問題是什麼 我想問一下 你10點多11點 為什麼會留在始創 而不去聲援一下你們 被人包圍的一個人民力量生員 我不是說我還在拍男人老狗的節目 拍完男人老狗的節目 我就去始創中心 那時已經追擊完了 那據知人力成員 那時情緒較為激動 要警方保護 那你又怎樣看 嗯 人民力量那時的成員情緒比較激動 我想這個很正常 如果有人追擊 我們不出聲的話 我們就太陰春 我們有回應 那你說這是不是一個好的處理方式 我自己是認為 如果有人來追擊的時候 因為我們人民力量是去支持救護團 當前小姐救護團 她說走的時候 應該是跟救護團的前小姐一起走的 嗯 就讓追擊的人 繼續追擊 她應該真正追擊的人 譬如是當時在賽街有很多警察 勇武的人應該在那個時候打警察 或者勇武的人應該在那個時候 是衝出來那裡 因為那時候 是不可以做一些正經的事 就不僅是追擊人 但那時候相反來說 人民力量是被警察保護的 是 那些警察很明顯 他見到有人在這裏搞事 有人在這裏 好像黑社會那樣起控 那當然那些警方是要做事 但另外一個人力量 如果你見到我之前 有一次 有一班人來追擊人民力量的時候 那些警察要來拉封鎖線 要來清場的時候 我都拿著麥克風 第一次被追擊的時候 我都叫警方 你不要過來干涉我們 你不要清救護團的場 救護團 在這裏想救護而已 我們沒有起控 我們沒有衝出馬路暫時 請你不要做過份多的動作 就是這樣 據知部分救護團 和你們的人民力量 有少少爭執的 是嗎 我又不知道 那你要訪問救護團的人 或者你要叫救護團的人 親身去和我求證 或者和我反映才行 那你覺得星期日那晚的 一個追擊行動 是政黨 團體 追擊行動 還是數人自發呢 當然追擊的人說 自己不代表任何團體 當然自己發你追擊的人 我們不代表任何團體 但這個明眼人都知道 他們是甚麼團體 有沒有說大概有甚麼疑似 你要去追擊 因為你是追查記者 你是網媒 你是追尋真理的網媒 所以要來以地去追查 到底那些人 是否真真正正獨立的人士 還是他們根本是背後 有少量有組織的人士 然後煽動一些所謂獨立的人士 於是就起控了 而因為這個模式 為何我這樣說 我不是憑空推測的 在佔領旺角的時候 我眼見不少 在拆大台的時候 眼見不少 在拆學聯台的時候 我眼見不少 所以現在幾乎 大家都開始思考一件事 就是 拆大台 拆學聯 拆救烏團的人 是不是在做同一件事 我不敢說 他們收共產黨錢 但是 那個客觀效果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是不是造成了 喂 有正事你又不做 專門搞那些 好像成都圍 譬如是學聯 好像成都圍 譬如是救烏團 好像是佔領旺角的時候 已經定了 好像成都圍的一些團體 就有另一些團體 就是起控去追擊那些團體 是甚麼的客觀效果 大家要自己想想 尤其是追查真理 你叫追查真理的傳媒 因為你們 麻煩你們追查真理的傳媒 去追查一下 那你曾經說過不認熱狗的就是熱狗 那你會否覺得這次行動 會否參透過一些熱血公民的成份做過呢 這個頁你去追查 我不是一個新聞傳媒工作者 所以我是追查不到這件事的 但我有我的自由做這種推論 但我的推論是未經過深入的研究 深入研究就是要等那些追查真理的傳媒 那些有社會代表性的 就是Soul Red的傳媒 就請那些Resistance Life的傳媒 因為他們是抗爭者代表的媒體 就請那些傳媒 客觀 專業 公正 這樣去追查 調查報道 就是這樣 那你有甚麼個人意見 對於星期日的救烏團 和往下的救烏團有甚麼意見 我在這裡呼籲所有支持救烏團的朋友 就要跟隨救烏團的做法 例如救烏團9點 在那裡有些代表 不知道甚麼代表 在任何人在那裡說話 說完事10點鐘 當救烏團走的時候 我們就跟著救烏團去走 而那些來所謂追擊的群體 他在那裡追擊 在那裡擾讓 令到人們覺得很厭煩 這件事由得他們在那裡做 而我欣賞那些來追擊的人 其實如果你問我 因為如果不是那些追擊的人 來追擊 救烏團那個時間 在西洋賽街 亦都沒有那麼多人 亦都多謝他 濫於充訴 充訴了很多人在那裡 充訴了很多人在那裡 當救烏團走了 所有跟救烏團走去的人 走了 那麼留下來追擊的人 我假設追擊的人 是勇武 是很爆 很厲害 是扔汽油彈 衝出馬路 難的士 打警察 真正做到這些 改變香港的事 那麼留下來追擊的人 不要跟救烏團走 那你就在那裡 有警察來打警察 有馬路衝馬路 喜歡做自己勇武的事 做一些間接 是幫助到 好像間接 幫助到整件 即所謂抗爭的事 但我不是很認同這些事 我首先說明 那你往後會持續參加救烏團 我一定會 我會持續不定期參加救烏團 因為我不會慢慢下去 我自己有網台的節目做 第一 第二 因為人民力量不是等於救烏團 人民力量不會騎劫救烏團 亦都沒有所謂騎不騎劫 當那些說法說 抗爭者被煽動去做的事情 那些煽動的人就會說 你當抗爭者是傻的 你當抗爭者是白癡的 可以煽動到 現在我用起控人士的同一個邏輯 就是 你當救烏團的人是傻的 你當救烏團的人很容易被騎劫嗎 我用起控的人的邏輯 去回答起控的人 就是 救烏團走 我們就跟著走 在這裏搖的人 繼續搖警察 有很多警察在這裏搖 在這裏搖 繼續做你認為 可以帶給政權更加多成本的事 請你們去做 就不要拘捕起到圍的人的後退 明白 很多謝 謝謝你們 繼續尋尋這個真理 你們的電腦 謝謝 謝謝